Ready 四張副本 全新BOSS騎寵 正等待玩家搶先擁有 此外改版活動也火熱起跑 無論新手老將 通通都有好康大放送 特別祭出新手募集活動 只要是在6月1日起 至6月15日 新台裡《玄武豪俠傳》帳號的玩家 於6月3日改版開放後 即可獲得新手獎勵道具 而有登入過遊戲的老手帳號 也可隨機開出最新的BOSS臨寵喔 由英國知名女作家 J.K.羅琳所創作的最知名童書 《哈利波特》雖然已經完結 但電影最後一集 《哈利波特 死神的聖物》 目前仍在積極拍攝中 預計今年上映 當然也會有遊戲同步推出 由於《哈利波特 死神的聖物》故事中 長大的哈利波特 將全面對抗佛蒂摩的邪惡勢力 故事變得更灰暗 所以遊戲也會一改之前的兒童風格 玩家操作《哈利波特》 要掩蔽敵人的攻擊 抓準時機利用魔法反擊 而且佛蒂摩的大軍 也是如同潮水般的蜂擁而來 讓這次《哈利波特 死神的聖物》 感覺跟前幾代作品很不一樣 值得期待喔 美商醫店表示 他們推出的Wii運動遊戲 EA Sports 活力健身房 可以有效的幫助玩家鍛鍊身體 燃燒卡路里 而這個效果也得到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證實 根據研究調查指出 受測者的16名 介於25至45歲之間 潛活力充沛的成年人 每週使用EA Sports 活力健身房運動5天 每次可至少燃燒300卡路里 若採取健康積極的生活方式 並定期使用EA Sports 活力健身房 不但可以提升有氧能力 還能正面的影響身體組成 看來玩遊戲還能兼顧身體健康 實在是很不錯啊 任天堂日前宣布 6月19日將調降目前 NDS ILL 掌機售價 從目前2萬日幣的售價 降到1萬8日幣 並新增藍色 黃色 綠色 三種新顏色 另外在日本造成話題的 NDS美少女戀愛遊戲 Love Class 也預計6月25日 推出最新作 Love Plus Plus 並針對遊戲中 三位女主角推出同魂主機 分別是粉紅色系的 捷起凝影版本 粉藍色系的小藻穿靈子版本 以及粉綠色系的 高領愛花三個版本 這三個版本都售價 2萬4千元日幣 分別包含遊戲卡夾 以及特殊彩繪的NDS掌機 遊戲音樂CD 遊戲特殊彩繪卡等等 而 Love Plus 是在日本造成極大話題的 戀愛遊戲 甚至去年還有個瘋狂粉絲 為了表達對遊戲中 女主角的熱愛 在教堂舉辦婚禮 宣布迎娶遊戲女主角 實在是非常的誇張 也由此可知 這款遊戲受歡迎的程度 作詞文字幕作成者 作曲 李宗盛 物語 作曲 李宗盛 これは僕に起こった とんでもない夏休み ねえ バイトしない え? 募集人員 一名なの こいそ健一君 初めまして 我就是他 你一定會有幸福嗎 是 話題十足的動畫電影 夏日大作戰 終於要在6月4號上映了 電影公司特別邀請 新生代的網路女神 豆花妹蔡黃汝來為電影造勢 豆花妹在首映會上 身穿一襲白色戲肩帶洋裝 化身電影中的女主角夏希學姐 清純模樣讓現場男性粉絲 驚呼豆花妹本人好美 而在首映会上 豆花妹先轻唱几句她的新歌 幸运女神 这是她首度公开演唱 甜美的声音和朗朗上口的曲调 让现场的粉丝来宾们大为惊艳 豆花妹也和十位网友 玩快问快答的闯关活动 所有题目都是和电影 夏日大作战有关 最后冠军可以和豆花妹拍摄独照 并和豆花妹坐在同一排看电影 所以网友们无不绞尽脑 值得将官方部落格中的内容 背得熟透透 希望可以争夺到冠军 而豆花妹身为电玩节目主持人 对于动漫电玩也有一些了解 她表示之前就有看过导演 戏田首的作品 跳跃吧 时空少女 豆花妹说看完好感动 导演不但画功细致 而且对于剧情和年轻人之间的爱情氛围 也掌握得恰到好处 我会出现了 我会出现了 那些写真是不一定是你 我…我是無実 你不肯定的事是最重要的 你才能做得到 信任的人 想要想要求人 何を始めよう… 合戦 是很少人的 將來我達成了 既然能解決 所以這個小同樣 在我的背面 給我 為甚麼 我希望在我身上的未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